Hello,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这一节课呢,我们来讲解 继续讲解道德经的记忆 好,那么我们在讲正式的67章之前 还是来快速的复习一下上一节课的内容 上一节课呢,我们讲到了66章 那么66章我们的地点章到哪里了呢 那么我的我很清晰的记得是第八大组的 我不知道是第几个 但肯定是那个原型的书架 那么线索是一个小畜生,对吧 撞到了书架,撞到了一个纯钱贯 根据畜生还原是楚上 啊,纯钱贯的是楚钱 好,快乐的推他,乐推 那么还原是,是以圣人楚上而民不重 楚钱而民不害 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 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语之争 那么这是66章 最后一段内容的记忆 好,没有问题 接下来呢,我们来记67章的内容 好,首先我们来读一遍 好,67章 天下皆为我道大 是不孝,夫为大 故事不孝,若肖 久以其系已夫 无有三宝 持二宝之 一约持,二约减 三约不敢为天下先 持故能永,减故能广 不敢为天下先 故能为臣气长 今舍持且勇,舍减且广 舍后且先 持已,夫持 一战则胜,以守则故 天将就之,以持,以慧未之 好了,大家把它读熟了以后呢 看一下译文 这一章是非常好理解的啊 就是持,简和 不敢为天下先 来,我们继续定位 那么下一个地点桩是什么呢 67是绿气 那么我的下一个地点桩是一把伞 那么用绿色的七呢 由七把这把伞刷成了绿色 好,这就定位了67章的章节 我们看第一段 关键词是天下接位 那么出的图片呢 是天上,天下的接上 有一个很大的位啊 我们直接可以这样出图 从天上掉下来一个位 对不对 好,那么下一个地点桩是什么呢 是一个玻璃柜台 这个台里面装了很多的手表啊 从天上掉下一个很大的位 这个位呢 掉到了这个什么 玻璃台上面 天下掉下 从天上掉下一个很大的位 掉到玻璃台上面 好,根据这个还原啊 天下接位 我大大 然后后面是福肖 福一大故事 不肖若肖九喜其一夫 好了,我们看第二段 第二段的关键词是什么呢 三宝啊 出的图片呢 是三个宝宝 那么地点桩是什么 那么我的下一个地点桩是啤酒 一拉罐的啤酒 摆在一起很多 那有三个宝宝在那里喝啤酒 哪三宝啊 这个就根据自己的理解了啊 此简和不敢为天下先 对吧 好,三个宝宝喝啤酒 好,我们继续来看 第三段的关键词是 磁 减 对吧 出的图片是 一个磁键 有磁力的键 那么下一个地点桩是一个塑料的小牛 我想象这一把磁键呢 可以吸塑料 把这个小牛吸上去了 或者呢 这一把磁的宝键呢 吸在这个小牛的身上 好,那我们怎么去记得呢 磁不能涌 简不能广 不敢为天下先不能卫生气的 就可以了 好 那么最后这两个呢 我们是 我是把它放在一个地点桩上面的啊 因为第八组的地点桩快用完了 好 磁 涌 这是第四段的关键词 出的图片呢 是泳池 把倒过来啊 游泳池 持泳 持泳 泳池 好 第五段 也就最后一段 关键词我找的是 站和手 扶持 以站则胜 以手则骨 对吧 站手出的图片是 站手的手 那么我的下一个地点桩是什么呢 是一个玩具小飞机 我想象的是 线索是什么呢 这个玩具小飞机 飞到了一个泳池里面 然后呢 一个站手拿手呢 把它捞了出来 好 根据飞机想到的是 泳池 倒过来是持泳 然后呢 站时的手 啊 站手 好了 那么这就是第六十七章内容的记忆 啊 大家呢 快速的去把它再复习几遍 嗯 好 我们继续来记六十八章的内容 六十八章内容不是很多 我们先来读一遍 古之善为事者不无 善战者不怒 善胜敌者不语 善用人者为之下 是为不争之德 是为用人之力 是为配天 古之急 好 那么六十八读熟了以后 自己去看一下译文啊 然后六十八是喇叭 那么我的下一个地点装是什么呢 是一个蓝箱子 这个喇叭的主动动作就是把这个箱子呢 给震碎了 震裂了 好 OK 好 请跟着我们来记这一段的内容 那么这一段的内容呢 我加了一个地点是一把啊 精美的椅子啊 是一个精美的椅子 那因为我的第八组地点装三十个用完了 我加了一个地点啊 好 那么我的关键词是为事者 战者 圣敌者 用人者 关键词呢 其实有点多 根据自己的情况啊 出的图片是 卫士战胜了敌人 获得了很多的庸人啊 卫士啊 为事者 卫士 卫士战胜了敌人 获得了很多的庸人 那么地点装是一把椅子 因为这个卫士 在椅子上面啊 战胜了敌人 战胜了敌人啊 或者说把敌人啊 杀死在这个椅子上面 所以战胜了敌人 好 这个为事者啊 战者 战者 这样就记下来了 后面的庸人 你自己可以根据情况啊 自己去要 去建立这个线索 好了 这就是68章 我们记完了 好 紧跟着我们来记69章的内容 那么这时候呢 我要用到第九大组的地点桩了啊 那么第九大组的地点桩的起点呢 是一个十吨 那我怎么记的呢 好 69 太极 我用太极拳打在这个十吨上面 OK 记完了 好 我们先带大家读一遍吧 用兵有言 无不敢为主而为客 不敢进寸而退子 是位行无行 染无弊 直无兵 乃无敌 祸莫大于轻敌 轻敌呢 记上物宝 故抗兵相弱 则哀则胜 好 那么我们快速的来定位啊 大家熟读了以后呢 加上理解 69刚才定位完了 是一个十吨 是我第九大组地点桩的起点 好 那么第一段呢 我就用了一个用兵 出的图片是佣兵 然后你可以想想用兵有言嘛 用兵在说话 那么下一个地点桩呢 是一个啊 一个缺口 一个十吨的缺口 一个佣兵 不顾佣兵 坐在这个十吨的缺口上面 在那里说话 说什么呢 后面今天想起来啊 我不敢为主 我为客 不敢进寸而退子 好了 那么第二段和第三段呢 我们我是把它放在一个地点桩上面的 这两个啊 因为内容比较少 祸莫大于轻敌 轻敌的机上物宝 关键字是祸莫 出的图片呢 是用火烤磨磨 顾抗兵相弱 抗兵 出图是抗上的士兵 那么地点桩是一个门卫室的门 门卫室啊 因为下一个地点桩 69个 第九大组的地点桩 我是一个公园的啊 前面 好 这个门卫室的门 有一个门卫 在那里火上烤磨磨啊 而且坐在这个炕上 跟炕上的士兵呢 在吃这个烤磨 可以吧 啊 用火烤磨磨 然后跟炕上的士兵 在吃这个烤磨啊 祸磨 祸磨啊 祸磨带轻敌 轻敌呢 机上物宝 然后呢 抗兵 故抗兵相弱 则哀则胜 好了 这就是69章内容的记忆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就记到这里 那么还是一句话 同学们 一定要按照老师说的 建立线索 不要觉得无厉头 只有线索 信息了 你在记完了 81章以后 你才会发现 81章 每一章都有不同的线索 建立在不同的地点桩上面 你会非常的心里有底气 能够把它全部想起来 啊 那么当然前提是 我们要熟读和理解 熟读是关键 熟读是关键 好 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 下集我们再见 我们下集完的一期视频 按摩